大家好,这里是娱乐热门男生版 今天咱们来说说任嘉伦的9月动态 他将有两场直播,一个综艺 不过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哦 大家都知道呢,在8月份呢 原本有两场直播的任嘉伦呢 由于遇到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呢 所以推迟取消了,让大家也可以理解 不过呢,在9月份呢 他将迎来有两场的直播 听到这个消息 家人们是不是更加显得又激动起来了呢 说到综艺呢,可能大家就会想到 嗨放派2了,没错,就是嗨放派2 虽然说现在有一个嗨放派还在撑着 但是没有剧的播出 也难免会让人有点心慌 相比于综艺节目呢 更加人期待的就是任嘉伦跟李庆的《请君》了 但终归是能够看到新鲜点的人嘉伦跟李庆了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下面呢,让我们来看看任嘉伦的其他两个安排吧 就在9月1号呢,有一个广告的拍摄 原定是在8月23号的广告拍摄呢 现在推迟到了9月1号 广告应该是配合品牌拍摄的广告 还有呢,就是在9月6号和9月25号将会有两场直播 应该是补充8月份的周大声还有爱卓 希望到时候不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哦 就在9月中旬呢,也就是9月17号到18号左右呢 将会参加综艺节目 不知道是海放派还是其他综艺节目呢 你将你的想法留言告诉小编啊 如此看来呢,9月份的任嘉伦呢 形成也是满满的 锦衣之下过后呢 依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王人 随着周深如故 与金初相识多部电视剧的播出呢 资源会越来越好的 任嘉伦没有背景 也没有后台 没有资本的鹰鹏 却养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古装角色 以及人物 下面呢,怎么来说这个遗憾 遗憾呢,就是说从行程上来看呢 唯一一点遗憾呢 就是接下来有两期海放派 任嘉伦可能会缺席了 因为行程各方面的原因 没有办法参加录制 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不过呢,一切都以官宣和任嘉伦的微博 跟其工作室为准哦 让我们来一起期待 九月份新鲜的人嘉伦 同时也期待请君的尽快开播哦 记得点赞收藏 订阅小彪哦 这里是娱乐热吧